- 还记得前阵子我们去了香港吗? 记得 这是我们掉相机的那一次 - 其实我们还买了一些香港的零食 - 想不回来吃吃看 - 所以我们就在香港的会汤超市 - 就是台湾的 - 挺好 就买了一些道地的香港零食 - 我们来吃吃看 - 到底台湾人是不是也符合这个口味 - 鱼汁 - 脾脆 它就是有两个口味 - 然后它的价钱是 - 5.7块港币一个 - 就先来试试一下原味的 - 长得很像是炸过的鱼片 - 闻起来其实就是有点像是鱼酥 - 带水鱼酥的感觉 - 嗯 满脆的 而且没有很油 - 吃起来也没有那么咸 - 其实是很刷水的东西耶 - 这个很适合配酒 - 我再吃一个 -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带水鱼酥 - 带水鱼酥就是其实比较没有那么脆 - 然后它是条状的 那个鱼味会比较重一点 - 但是其实这个味道比较清爽的 - 好 喜欢哦 - 喜欢 吃了我可以 - 另外一个口味叫做烧烤味 顾名之一应该就在上面 - 淋了一层BBQ - 原味鱼皮 然后再淋那个烤肉酱 - 确实闻起来就是有一点点 - 淡淡的烤肉味 - 这个吃起来味道就是比刚刚 - 那个稍微再重一点点 - 如果是我的话 - 我可能会比较喜欢原味一点 - 因为其实它这个鱼味就比较没有那么重 - 有点烧烤味快盖过那个鱼酥味了 - 嗯 - 鱼栽饼 - 这是我们听香港的朋友说 - 他小时候都很爱吃的零食 - 其实我小时候的时候也很想吃啊 - 哦 你吃过这个牌子吗 - 没有这个牌子 - 就是台湾就是有那种森永小鱼饼干吗 - 然后它也有原味啊 海苔口味啊 - 然后一整包也是有鲸鱼的 - 出来试试看它的味道是不是跟台湾的很像好了 - 啊 好安逸的味道啊 这个比起来的话就稍微咸了一点点 - 它这个里面其实是很空心的 - 所以你一咬下去 就是薄薄那层皮的脆毒而已 - 可是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个比较普通耶 - 因为我小时候就有吃过 - 日本 韩国 美国都有类似的东西 出钱一丁 - 这个牌子的话是在香港很有名 - 而且在台湾应该也很常可以在某一些店都可以买到 - 这价钱是10.5块 - 嗯 但这个东西我在台湾其实也没吃过 - 它厉害的是麻油口味的 -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像波卡 - 完全没有其他惊喜感的 - 没错 - 吃起来味道也很像台湾的波卡 - 可是我吃不到麻油味了 - 我也吃不出麻油味了 - 我想再吃一个看看有没有麻油味 - 还是它写的麻油跟我们认证的麻油不一样吗? - 卡勒比的乐浪洋芋片 - 卡勒比是他们很道地的品牌吗? - 卡勒比是那个日本的品牌啊 - 所以应该是有它的道地在 - 突然觉得我们今天好像有点弱耶 - 所以我要介绍香港的道地食物 - 但好像没有非常道地 - 可是它闻起来怎么有点淡淡的那种番茄味 - 它这个吃起来其实不会很辣 - 但是其实稍微偏油一点点 如果跟之前一斤的洋芋片比的话 - 它稍微油了一点 - 嗯 有点咖喱的味道 - 但是我吃不出来它哪里特别 - 然后它这个药价要港币四十六块 - 我觉得它有点不太紧 - 如果我去香港的朋友大部分都可以知道说 - 它的物价其实比较高一点 - 大概是台湾的两倍左右 - 卡勒比的第一烧6.2块 - 韩国的跑台味道 - 你到底怎么挑这些食物的啊? - 感觉都很普通欸 - 可是我就觉得它包装是不错啊 - 而且台湾没看过 - 齐多 - 因为吃起来就是齐多的味道 - 真的是齐多欸 - 试证明台湾跟香港吃的零食味道 - 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 所以大家的口味都差不多 - 下一个我们就正在来介绍一下 - 我们在台湾没有看过的 - 就是这个 - 它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欸 - 鱼肉肠 - 我一包巴露25.8块 - 港币 - 所以吃一包相信要快要100块欸 - 蛮贵的欸 - 是高级货 - 大蒜味 - 因为我看到这边有一个大蒜的图案 - 我们就先来吃吃看原味 - 知道怎么开啊? - 它的头上面有一个金属的 - 应该是直接咬好了 - 这个就好像外国人吃肉粽一样 - 不知道怎么吃 - 可是它写made in Japan - 尴尬 - 你就不要讲就好了 - 没人知道 - 哇 哇 - 哇 上面就是一个铁片欸 - 因为香港人看到我们这个很白吃 - 明明就是可能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 你可以吃到它 - 嗯 - 吃起来有点像是热狗欸 - 我好像挤了 - 它挤出来长这样 - 就是很淡粉红色 - 可是这个味道其实我没有到非常喜欢欸 - 有点腥 - 我觉得它像没煮过的鱼板 - 这应该可以吃吧 - 嗯 这狗狗没有很爱 - 这个把它当成零食 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欸 - 好新喔 - 这个是大蒜口味的 我们来吃吃看好 - 面一半 - 其实我一大闻起来跟刚刚没有太大的差别 - 嗯 - 喔 喔喔喔喔喔喔 它後面有一個好重的蒜味喔 對 這整人了吧 吃完嘴巴就臭臭的 哇 這個我不行 超級不惜 鴛鴦奶茶大牌長是個很有名的牌子 其實我們如果喝過香港奶茶的話 就知道其實有絲襪奶茶跟什麼 鴛鴦奶茶27塊9 港幣 哇 其實不便宜耶 鴛鴦奶茶不是就是茶加咖啡加牛奶嗎 嗯 那絲襪奶茶呢 茶有茶葉嘛 然後就是用 骨粽是用絲襪去沖泡 最好是騙人 把葉子這樣濃縮了以後 然後讓它這樣順進去 所以味道會比較香 不是吧 這聽起來能喝嗎 要用過對不對 最好是撐棉的 先聞一下味道 咖啡味 喔 就是咖啡味 沒錯 對吧 沒有什麼好形容的 其實不難喝 但是也沒有想像中那麼濃 為什麼有那種苦苦的味道 它其實有點回甘味耶 它這個有點苦味 有點茶色味 就會覺得說 好想把它再多加點糖 或多加點牛奶 讓它味道更重 如果要我用一個東西來比喻的話 我覺得它像是早餐片的咖啡 那麼廉價 就是沒有想像中的那麼Sprice 大排檔會哭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香港零食 試吃試喝的介紹 我覺得有點小失望 感覺上其實台灣跟香港的味道 沒有到差很多 我覺得還是因為我們沒有買到最經典的東西 如果有香港的朋友有更推薦的商品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一定會幫你們平反的 我是Lin 我是伊莉 我們下週六見 掰掰 是還蠻低陣的啦